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最爱这座城市 虽然我妈认为我不靠谱 但我在这里找到了我的真爱 你们相信吗 李伯罗摘自我的日记 这是什么 GLK300 奔驰啊 大哥 你听这是什么 翻倍 双倍 谈两架 迷你 孤伍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梦琴 让你听声音是听什么是听发动机 能训练一下自己听发动机的好与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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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一自己的发动机哪天出问题 你知道什么问题 得给我现在听到一发动机 好久不见 长得都不认识了 哥 你们在这儿干吗呢 咱们在这儿 学习 学习 对对对 那老妈还等着你给她汇报创业成果呢 你怎么跟没事人似的啊 能别老妈这种口气跟我说话吗 你是我妹妹不是我姐姐好吗 你是不是这三年创业什么都没搞出来 害怕了吧 就是我怕了 其实我怕过了 我怕过了 走 好 我三年来的劳动成果 猜一下是什么 好吧 各位观众你们好 本人李小罗 二十一世纪最智能的机器人 括号没有质疑 我的爸爸是与爱迪生其名的超级发明家李波罗先生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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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来养筷不会倒 来 继续看 快点 哥 他会很多其他的 这真是你设计的 你觉得呢 他出来 摇头摆尾还能干别的吗 还有很多 比如说他还可以投篮 还可以踢球 还可以 如果说 还有几个一样的这样 我们可以组织一个球队 可以去跟人打比赛 还可以打拳击 我可以 比如说 可以对话 你想骂人的时候可以对着他 而且他还可以 这就是三年时间 我给了你三百万 你就给我弄出了这个摇头摆尾 一堆废铁 是吧 我觉得他不是废铁妈妈 好 好 真的好 真的好 妈你要觉得好你可以再多投一点钱 这样我可以 做得更大的 好 功能更强的 我再给你投 妈 妈 你干吗呀 我没事 我给了你三百万三年的时间 你就给我弄出了一堆 摇头摆尾的废铁 这跟在街上买的摇头摆尾会唱歌的玩具驴 有什么差别 玩具驴妈妈 他 他会说话 他刚才跳舞你看见他还会投篮呢 妈 不要再说了 他呢 不要再跟我说了 明天早上八点半来给我开董事会 三年前我们说好了对不对 不 好 周总啊 你还是这样健步如飞老当义壮的 哎哟 老当义壮的该是您哪 生意做得风生水起 又有宝贝儿子接班 江山带有人才出 这成川鸡胎 不姓吴都不行了 是不是 周董 这空降归空降啊 这吴董可是举贤不必轻啊 要是李波罗不成器 这吴董也不会推荐他来当这个新董事吧 是不是啊吴董 你们要记得 竞争创造财富 斗争毁灭财富 OK 谁呀这是 这么正点啊 被解散意 走 唉 来 你 你 她 你 你 不是 你 你 你 走 走 走 老总 新董事 你也知道 我们都是看情下注的声音 谁也不愿意 在开会上浪费时间 你也知道 我们可是每一小时 都在赚钱的人当 那是东西 新董事 来了 进来了 entry 人哪 金一早上了 人到现在还没接到 你没看会议室那么多人 等着看我的笑话呢 吴董 我真的从早上一直找到现在 找到现在人呢 我早上六点就去接李先生 房东说李先生没有回去 然后我又去您家 李小姐和您先生 都说没见到回来过 我还以为他一直在路上 记住 老爸 你得回学校上课了啊 我告诉你啊 你不乖 我同学看你我的腿瘦了 你不得笑死我 打个网球就能把腿给打湿了 你倒 法国可换了两所学校了 人家外国人不在乎多少年毕业 咱们自己得在乎啊 咱们自己得在乎啊 人家外国人不在乎多少年毕业 咱们自己得在乎啊 我都要你们服务公司当董事 我又为法国好好上学见 对 吴老师回来了 李老师 明珠 明珠 明珠回来了 快收起来 所以在学习的时候啊 你一定要非常地注意 这个诗词里面 关于《易经》的表写 懂吗 老爸 这法国人不懂 什么叫明月几时有 把酒问青天 你把儿子吵哪儿的 布罗不是去公司了吗 就是啊妈 他不是去公司当董事去了吗 董事 他但凡懂一点事 也不会让我这个董事长下不来谈 这这这这这 我是他亲妈呀是不是 这知道的他是我儿子 不知道的呢 那肯定以为我是他后妈了 别发话别发了 来来来来 赶紧坐下坐下坐下 有没有这样的 静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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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这对健康不利啊 妈 千万别激动 你别生气啊 你聊会儿 我回屋看书去了 好 你先回去回去回去 一天就知道教你 那两本破书破书 十年数目百年数人 等他成人了 我就被你们爷儿俩 气成仙人了 你不能成仙人 要成仙人 那也是我成仙人是吧 你都不知道那些股东 用什么眼神看我呀 哪有儿子这样对妈的呀 有吗 就是我对她太好了 你知道吗 我一个挨逸地跟人家点头 对不起 对不起 这不是对她太好了吗 你这话说得不错 女人不狠 她江山就不稳啊 波罗这孩子 真是对不起你 当然话说回来了 这个子不叫父之过吗 是吧 我也有责任 我也对不起你 好 怎么啦 孙姐 潘律师 我 我不想离婚了 你不都想好了吗 这 这要让二强知道了 还不更得把我往死里打呀 不是 孙姐你结婚十几年了 三天一小打五天一大打 你想让她打你一辈子吗 我告诉你 这儿就是保护你们这些家暴弱者的 你要是不进去 你光来律师事务所找我说事 一点用都没有 怎么着都是一辈子 要不 算了吧 不是 怎么能算 你等一下 说话 我不欠你律师费 干吗说话那么冲啊 有事说事 快点 我们在九号呢 他们都在唱着呢 杰森 倩倩他们都在呢 快过来 过来 我今天试车了 我又拿了个第一 能不能还比一下啊 跟我一起 我 我这儿忙着呢 对 对 你今天没去上班吗 什么 喂 我听不太清楚 赶紧过来吧 好吗 这儿兄弟就赶紧过来 跟我一起庆祝一下 行不行啊 我 我没时间 喂 潘律师 你 你忙你的 我的事不着急 不不不我不着急 在我看来 你现在的事比什么都着急 兄弟你要想清楚 你是想这么错误过这一辈子 还是想风风光光地过你这一辈子 我 我 我也不知道 我都走了今天 我说了我没时间 你跟谁说话呢 我是倩倩 倩倩 赶快过来啊 待会儿都等你呢 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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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啊 波罗可是最在乎你的 你要是不过来 他就没情绪了 他要是没情绪了 大伙都没情绪了 大伙没情绪了 我就没情绪了 不是 倩倩 我这边我现在确实有事 我们 潘律师 要不你忙你的 我保证 我一定回去好好想想 我一定好好想 这个没个三五天 那你想明白呢 您说是不是 那 那我先回去想着啊 不是 我保证 兄姐 倩倩 你说 你 要是再不过来 他们都喝糕了 你别啰嗦了 你快过来吧 我去找你们 抓紧点啊 报警 拿这个报 报 不不不 没到二十四小时 人家不受理 我知道 你担心菠萝 但是这 谁说我担心呢 谁说我担心呢 他爱失踪不失踪 我要控告他 抢劫杀人无恶不作 我就不相信警察通缉不到他 杀人 这这边可不是老子玩的 吴董 什么闹得玩的 你看看 我都被被被被 被气成不会说话了 要死了 不是杀人吗 不是杀人吗 吃我的喝我的 穿我的用我的 拆我的台 不等于拆牌档抢东西一样吗 抢极 报警 报警 别记得别记得 别记得 千万别记得 喂 明珠 你什么意思啊 妈 妈 我知道我哥在哪儿 你怎么知道他混蛋在哪儿 你怎么知道他混蛋在哪儿 就说好了清晨湛放烟花 对啊 谁去准备啊这次 放烟花呀 这么好的兴致啊 东东你来了 来 过来过来 走 肯定来 狗兄弟 最近呢 刚刚还在呢 来了 你看 邓俊你来了 够证义吧 一个电话他就过来了 跟你说 今天我的这次试车 不仅是一次试车 你知道我有多疯狂 你疯了 对啊 你疯了吗李波罗 什么 你试车 你带着倩钱干吗 东俊 其实是我自己专来有一个采访 体验一下 你不要 你不要提他懒责任 今天开心不说这些 什么撤不撤都不提了 刚刚我们说去清晨湛放烟花 你刚听见了 进来的时候对吧 走啊 清晨湛放烟花 放烟花 放烟花 放烟花去清晨湛干吗呀 那没人看得见 我带你们去一个 全蜀都都能看得见的地方 他们跟你们一块举过欢情 多好啊 说得对啊 有途有必要吗 有 难道你这么有兴趣 真的你说哪放 我们就在哪放了 哪放 全蜀都人民都能看到的地方 哪儿 承川集团大厦的顶层 不看了 不看了 清晨湛放烟花 一会儿开心 等会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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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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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会儿等会儿 等会儿等会儿 我就答应你们要去 成川集团楼顶上放话去 因为我答应他们 去成川集团楼顶上放话 你干什么 那时候你成川集团就挺高的 有我爸妈 没有 没有 但是那边那个 我妈妈 我妈妈的妈 我当着我妈妈的臂子面前 我会 漫天夜空 好啦 你笑啦 你游戏 阿姨 阿姨 你现在开始玩这个了 好玩吗 哈 我走 刘妈 我男的妈妈 把所有的窗门都关上咀�en 我叫你 你快拿下来的 打啊打啊 打啊 我要不要不打 我 你躲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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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躲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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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就是微信扫地吗 我今天要是不教训教训你 不是 你别拦着我告诉你啊 老虎不发威 你还当我是大花猫呢是不是 你 你等着啊 娃 这回我哥跑不了了 你说吧 怎么收拾他 我帮你 我撕了你的小鞭 你 你再说 你等他 我就不相信 我担不动你 哥 你可惨喽 老爸从来没发过这么大祸 你干嘛 你你你 我脱油缺着呢 这还不算质不了他呢 初心 我觉得这个怎么样 对了 这个没用 我不管用啊 这个行 我觉得他密度怎么也不如这个 我害你 不能不成了躺半个月再说 行行行行 够 你真打呀 那你 你下得了手啊 不是啊 你真打不打坏了吗 怎么开董事会呀你 是 说你怕你别穿了 行行行行行 行行行 行 那你要说不能打的话那那 那我觉得那还是 尊重一点他自己的意见吧 你的意思让我放任他不管 对不对 不是不是不是这个意思 那要不然 行行行行行 行行行行 不自量力 妈 你干什么打我 你给我弄弄 没事 找她 睡 睡觉去 睡觉去 谁 谁 你张婷干什么 你没张婷 好净啊 我还是挺高兴的啊 今天这关算你过去了 明天怎么办 我不去 你怎么跟你妈说 怎么跟董事会说呀 我不去 爸 我不去 我刚刚就是喝点酒 要不然不会被我妈逮着 行了 早点睡吧 爸 早晨 爸 咱俩聊聊 爸 你别这样 爸 爸 我说我来说 我来这边都会跳过去的 我还买践说 今年你不要过来的 你还是真的会说 你要不要真是 其实我来说 我这个时候 你又来说 我觉得 我来说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我养叙叙 我去叙叙一趋 正好 我们四个也去 那我没了 你们四个去吧 其实我们也不是太急 还是等李先生回办公室再说吧 公司这么大可别迷路了 这边请吧 真是极品啊 妈 吓不得董事会之前 自己在这儿好好想想 烦思烦思 拿出诚意向股东们道个歉 然后再把你接后的工作规划 阐索清楚 好吗 我先去了 你们听好了 谁要是把他放走了 我就让谁走 放心吧 吴董 有我们在 李先生哪儿也去不了 是要叫外卖吗 早餐中餐还是晚餐 中式的还是西式的 牛排要几成熟 喝茶还是咖啡 茶有红茶绿茶乌龙普尔 有西湖龙井黄山毛峰 咖啡有南山咖啡 咖啡咖啡咖啡咯 庄总监 母带在社會的 这些人说了 这些人说了 谢谢 今天一会给大家一个满意的交代 新的董事一会就会过来 至于他称不称职 还是希望各位来做决定 那最好 吴董 希望你也不要耽误我们的时间 好 我真是疯了 落落没问题吧 没问题 就算李先生他插上翅膀 也飞不出这屋子 谁说我的儿子没本事 叫他来走走试试 阿姨 我们真的不知道要去哪儿 真不知道 你确实也不知道 以前是庄不知道 这次是真不知道阿姨 我发誓 我也刚回来 我也没怎么见他 阿姨 我也不知道波罗去哪儿了 你看他都不知道 我们就更不知道 是啊是啊 东军啊 你是一个稳重 看事情又很清楚的人 你把阿姨当成一个渔府的人 自私的人 都没关系 你帮我把波罗劝回来 行吗 行啊 那阿姨您放心 我们把他找回来 找回来 一定能找回来 谢谢你们 阿姨 阿姨那您就就 好好休息 您消消气 您放心 我们一定把波罗给您找回来 您照顾一下 那我们走了阿姨 阿姨您消消气啊 那我们先走了 再见 吴董 上铺前看来 他们还真不知道 李先生去哪儿呢 他们知不知道 能不能找回 那都没关系 那东军一定能找回他 能把他劝回来 看东军 他比您还能管住李先生 他们从小一块长大 东军是个懂事的孩子 从小呢没了父母 是跟爷爷相因为命长大的 他懂事儿 人体又好又有志气 我跟你说 波罗有这样的好朋友 是他的福气 门都没关 等我吧 不会吧 鼠都四小花蛋都到了 可以呀你 你笑得多了一空呢 等我呢 东东 说吧 是不是母女士请你们说下午长 有谁去了 谁 你去没去艾伦 谁去了 对对对对 这 我们实际上 下面都是强者为王军 谁没事跟王斗 不要分不清大小猫 我毛索等开你的意思是说 我是小猫 不是 我是二 我们四二 真挺形象 也就是说 吴女士用你们四个二来炸我 对吧 炸呀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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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 算 炸我呀 毯子炸 炸你四个四个 波罗 你为什么就不愿意去乘川集团试试呢 你说你跟阿姨对抗了这么久 你得到什么了 你难道一点责任心没有吗 你想说什么 波罗 阿姨也给了你时间了 兄弟们也这么支持你 但是你现在也没做出什么能证明你实力 而且证明你梦想的事来呀 我现在都觉得你嘴里所谓的梦想 就是你跟阿姨长期对抗的借口 我就是不喜欢别人来安排我的人生 不对吗 没人要安排你的人生 但是你现在是个男人 你能不能为别人着想一下 你不为阿姨着想 你为倩倩着想一下总行吧 你说什么 为谁 为倩倩 你有病吗 你干嘛去 波罗 你干嘛去啊 承川集团满意了吗 我们满不满意不重要 重要的是你自己的 你既然回去你就去试试 不行阿姨也不能免钱你 他有他的想法 我有我的反抗 反击战开始 你回去好好说 开枪慢点啊 开枪慢 好 我等你 你的快递件 放哪个 是李先生寄来的快递件 他人呢 人 您 您还是看看吧 说不定他不好意思 当面跟您道歉 才写的道歉信呢 这个波罗呀 这一点真是想法吧 总是爱跟我咬文嚼字的 你积联有什么公司 要是离他 叫我 即典ó 刘妈 小祖宗啊 以后是要回来的 这几天把你妈公司 快搞得翻天哪 家里也跟着翻天 刘妈 刘妈 弄一壶什么菊花茶也来 我妈最近火大 给她拜拜火 一会儿给她喝 这不是刚好吗 我买的什么当归啊 什么西洋生什么这个那个的 什么拜火什么就炖什么 好吗 算你有孝心 我去了啊 好嘞 我哥好像回来了 先不跟你聊了啊 改天见面聊 拜拜 哥 你竟然还敢回来 该干嘛干嘛去 快啊 忙你自己的 离开我这儿 念什么呀 那包里什么 什么什么 对对对对 打一电话 给爸打一电话 让他回来 什么事啊 你告诉他有重要的事发生 快 打一电话 顺便一会儿再播一个什么120啊 999的 带着抢救出师储 干嘛干嘛 摸什么呢 妈呢 摸摸你肋骨蛇没蛇 你带没带没药啊 你打电话呢快 脑子摔傻了 给爸打电话 妈 又在外面惹什么祸了吧 有本事别让爸妈给你摆平啊 喂 老爸 我哥让你赶紧回来 老爸说他正在改作业呢 你告诉他我晕了 喂 我妈晕了 妈晕了 妈晕了 我妈晕了 您赶紧回来 呸 老妈根本就不在家 你胡说什么呀 上哪儿晕去啊 行 任务完成了 赶紧走 快 不走 我看着你 快快快快 离开我这儿快 李老师你怎么了 怎么回事啊 明珠 你妈呢 爸 你问我 是不是那个什么地铁堂又犯了他 你问我哥吧 他让我给您打电话说 一会儿我妈回来就得晕倒 还让我提前打120呢 陷倒 不是 放了吧 你是不是有干什么快事了 没有吧 你听我说 站住 等一下 妈 站住 没事吧 你要打人是吧 你养的好儿子是吧 现在可以给你出头了 替你报仇了是不是 你干什么了你 我没干 爸 我真是啊 我养了半天养个白眼狼是吧 我没有 董事会的事我还没找你算账呢 现在你又来给我造反 我没有 是吧 你们看一下 我问你的儿子 你去问他 我怎么了 你 你念 你不是让我去做董事吗 不是让我去承转集团工作吗 可以啊 你让我干嘛都行 但是我有条件 这就是我的条件 合理合法了吧 不行了 念 站起来念 念 你们听听 他说的我怎么样的失恶不撤 我成杀人犯了 念 该派行了 好 老爸我我我我哥这要造反呢 他把你这辈子想 念念 造什么反 快念 看到了吧 第第第五十八宗罪之一 别吞吞吐吐的 身在七位 不谋妻职 好女人的标准是 上得了厅堂 下得了厨房 关键时刻 还得是成功男人背后的一堵墙 可我们家呢 李坑先生这只技幽谷 被硬生生地押成了强犬女人背后的一堵墙 不是 你把我扯着干什么你 你们两个人都回房间去反省 不想清楚了 不许出来吃饭 听见没有 赶紧走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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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也不许走 不许走 不许走 明钟 给我一字一句 一个字都不要漏的完完整整的给我念 是吧 这是我的儿子 我养了二十多年了 第一次给妈写信 干吗漏啊 念 念 五十八宗罪之二 身在妈胃不谋妈直 养不教父母过 我们家却只见慈父不见慈母 我把你写多 没有母爱让我们的心灵 从小到大都经受着残酷的打击 妈 我哥他就是现收拾 是 没有母爱是吧 亏你说得出口 我让你上最好的学校 给你最好的生活 给你设计最好的人生 供你吃供你喝 你问一问 哪个人不羡慕你跟明珠这种生活 谁不想要这样一个能赚钱精明能干的妈 这不算母爱吗 我最讨厌的就是这一点 你以为钱能解决一切吗 你给我所谓最好的学校 给我所谓最好的生活 你认为安排我的人生就是我想要的吗 不 我帮你奋斗了二十多年 你现在告诉我是你不想要的 妈我不需要你来帮我奋斗 你已经把我爸变成这样了 你还像我变成我爸这样吗 你闭嘴 为什么 你太过分了 我怎么了爸 你跪去 向你妈认错 我告诉你啊 我能容忍你们的个性你们的叛逆 但是我绝对不能容忍你们目无尊长 懂不懂 我没有我只是闯出我的意见 你跪下 我不 你怎么这样 你跪下 你跪下 跪下 看见了 你看 就像他这种目无尊长的小子 你就是让他当董事我都不同意 漂亮 多好看哪 富子双黄 天衣无缝 好啊 很好 看这招可没用个办法 你你跪好了 我跟你说你要真让波罗去你们公司 那你们公司就成火拼公司了 对啊 我这是为你好 没错 对啊妈 他这里还说了你好多坏话呢 说 世强凌弱 不体恤下属 铺张浪费 高调做人高调做事 领导思维狭隘 还说你 古有武则天 今有武蜀琴 家有李明珠 你看他说的 都是什么呀 我说的不对吗 你有进取心吗 你有商进心吗 你除了会炫富啃劳 你还要干吗 你的价值观人生观怎么建立的 你知道吗 你再这么下去你就是一臭范子 你也一样 我承认啊 但我敢改 你呢 你敢吗 你没了我妈你能试什么 妈她还说了呢 她还说 她和老爸已经受够了 没有男人尊严的日子 还说你这五十八条 你要是有一条不答应她 她都不妥协 绝对不到你公司当董事 行了你也不用念了 我就说一句 妈我写这些不是为了别的 就一个原因 这么多年了 我认为我们严重缺乏母爱 武断的教育不是母爱 控制不是母爱 战友不是母爱 能不能给我们点真正的母爱 住口 给你点阳光你就灿烂你 我教你 你如果有一条不答应我 我就不回来 你不值得的话你 你给我站住 你给我离家出走 行了 别生气了 不是 邱文姐 今天明明就是我相信好胖 怎么看上的全是你 我已经够低调的 你看我穿的都不错了 不是那个意思 我是在说那帮没出息的男人 我错了吗 我错了呢 我没错 我就不妥协了 我就不妥协了 不妥协 我不妥协 我不妥协 我到底错没错 没错 对着呢 开心 他们个个都偷偷懵懵地问我 小姑娘 坐在那边的姐姐是你什么人哪 拜托 我都二十五六岁了好不好 怎么还是小姑娘 刚才还有个大叔 跟我说什么 小姑娘 你回去长两年再出阁 还跟我背什么 我生你未生 你生我见老 花无百日红 人无千日好 总探错多早 你小心 你 每次遇见你 心就难以平静 时刻回想着和你在一起 轻易走下去 不知是何结局 还是希望一直陪着你 爱让人欢笑 也会让人哭泣 我会很珍惜所有点点滴滴 有多少开心 就有多少痛苦回忆 时间把一切都变成过去 爱像烟花 绽放是多灿烂 却像流星消失在转瞬间 对你的爱 在心中悄悄沉淀 能不能留下回忆片段 海像烟花 绽放是绽放时飞满前 落在心底 是深深的眷恋 绽放真气 就如此轻易了断 只留下回忆 只留下回忆和我 还有时间 这份真气 难道就这样了断 我和你还能不能回到 从前 从前 下回忆 下回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